这是个好演员 咱认真好好说啊 你要切开闹是怎么着呢 不是 好好说好好说 我够好 我没说什么 这个演员是我们这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 您是夸我 我跟您各位的心情是一样的 我非常爱听他的相声 谢谢您 我打心眼里想给他一张S卡 但是我没有 就没办法了 不给不给吧 反正他的相声说的就很不错 不光相声说的好 现在还当官了 大家有熟悉的朋友 您都知道 你别装孙子啊 谁装孙子了 你 我一提他当官 你这不装孙子吗 我就这样 我跟老娘们似的 我就这样 你得就是这样 跟大家介绍介绍 其实也不用介绍 大家都知道 介绍不介绍 德云副总 那日期我都记得 就是今年1月17号 下午3点宣判的 跟我们枪毙了 就在这儿 在这个舞台上 这是宣布的 1月17号宣布的 1月18号 德云社就停演了 不是那是因为风箱 就是这个原因呢 然后他这各方面的工作吧 等于就都抓起来了 确实很不错 我都歇了 我这 干嘛 你看 你在家里边联络 各个人都联络好了 这是副总应进的 自从他得了这副总呢 在我们后台来讲吧 什么叫得了这副总 你这人我捧捧 你那么些事呢 获得荣誉 懂吗 获得殊荣 获得性免疫 缺陷综合征 懂吗 这都 获得 不不不 再换上 当上行 你这事太多 自从他当了这副总呢 后台人缘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不论老少 每个人都能把他打成一片 是什么 我抵抗力太差了 都给我打成一片了 没有片 打成一片 这是个成语 说明我们关系好 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 他这个人呢 台上兢兢业业 后台来讲呢 也是为大家服务的 这就是态度 确实很不错 是 他呢 各方面的知识储备 都很好 所以他当了副总 我们一点意见都没有 谢谢您 人家当副总 四个字评语 哪四字 实至名归 真的啊 他确实是个名归 我也太有上进心了 我呀 你要干嘛 我当个归 我还得是名归 我还得是 就是您是个很有名的 这么一个归 还是归 就是您这个名望 归旗落在你身上 你别救活了好不好 反正很有名 夏儿说的很不错 我还得了